原本的替補方案 是否有一個屎的話 現在的資深 只是在屎上面拌一些糖給大家吃 有誰想吃啊 沒有啊 是不是啊 但是呢 有很多的食屎議員 食屎官員 就很想自己喜歡吃 還要民眾一起吃屎 我們不會上當 他們喜歡同流合 但是真的很臭 有些人真的不怕 因為天生是個畜生 今天或者這三天 我們除了要求收回 提捕記制 不要假諮詢 馬上撤回惡法 這是我們不斷強調的要求 我們由七一當日就已經喊到現在 七一喊到七一三 今天七一四繼續喊 明天七一五繼續喊 我們的目標很清晰 由七一當日就已經告訴你 這些垃圾方案 你不要拿出來浪費大家的時間 違憲的東西 你逐樣逐樣拿出來 我哪有空 這麼多東西和你的諮詢 這些垃圾諮詢 我們之前試過一次的 雖然參與的人未必是這麼多 我們之前試過規管網台 選管會嘗試規管網台 將網台納入這個廣播的指令 然後又去搞公開諮詢 那個諮詢會多麼垃圾 都不知說什麼 都不知自己的諮詢有些什麼 然後再開個大會叫大家去談 談了什麼 在星期四下午 我們不會再容許 你這樣跟我們耍這些花招 去玩弄我們的民意 消耗我們民間社會的力量 所以我們很清晰地要求 這個惡法 要馬上撤回 立即收回 還有 另一樣東西很強烈的要求 也是大家很關心 七一和七一三都叫得很開心的 就我們要林瑞麟 加油 林瑞麟 加油 林瑞麟 加油 我告訴大家 林瑞麟 是一定下台的了 你看到政治局勢發展 你就知道 問題就是三個月後 還是半年後 忽然間就不知道這裏痛 那裏痛 他就走硬了 因為現在這個特區政府 他的勢 大家有沒有留意這幾天的新聞 嘗試不斷在搞這種小動作 喂 你覺得 大家覺得 大家問一下 大家覺得 下屆特首的競爭 是不是真的很激烈呢 你們是不是很關心呢 你們關不關心呢 我們都沒有票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票 和下屆特首 誰做 都是混蛋來的 你們這些小圈子選舉 再加上委任出來的契弟 喂 你就是問這個契弟好養點 還是那個契弟好養點 都是契弟來的 都有人說契家婆 要我奸到離家 你瘋了嗎 都有人說契家婆 都有人說契家婆 喂 近日不停在那裏吹風 黃江亞又在那裏說這裏說路 又在那裏說特首要有什麼條件 那幫人在那裏扮出來 好像港政綱那樣 多鬼 這裏不停在那裏 整件事在做什麼呢 就是因為現在這個現任班子 已經爛到極限了 然後呢 就大家放任 在那裏扭它爛到底 將大家的民意力量 就放在這裏 然後呢 就去通託另一個 好像有得競爭緊的 特區政府班子出來 去轉燃大家的善善 所以呢 在他這個這樣的 營運或者策略之下呢 無端端推個林瑞倫出來 什麼呢 是絕對可以理解 和絕對可以明白的 好了 那現在問一個問題 既然他推出來 都是什麼鑊的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集中在那裏 不斷地用我們的力量 去要求他下台 去令到我們的力量集中在他身上呢 因為 他現在就是整個管治班子裏面 最脆弱的一個部分 我不理你是否打算棄居補稅 但是 我們今天聚集在那裏的人 我們凝聚了我們的力量 我們令到他下台 下得難看 好 好 我們要一巴掩上去 好 好 我們趁他病 好 就拿他命 好 趁他病 可以 趁他病 可以 大家 大家 現在大家在這裏 我剛才都不斷地說了 由紙飛機 就開始說給大家聽 群眾運動是屬於群眾的 群眾運動是大家一起去動員 一起去做出來的一個社會的事件 在這個事件裏面 不是由我們去領導你們 又或者是由誰去領導你們 所以大家都要明白 一個很重要的原理 雖然 現任班子已經是難到底 林瑞倫很快可能會被人當成棄桌 被使用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抓住他來打呢 就是因為 我們今天能夠用這個力量 展示到 我們能夠 將這個垃圾狗館拉下台 針對的不單單是這一屆政府 而是我們要展示給下一屆政府聽 你夠膽跟我們玩東西 我們一堆一堆下來 是不是 是 所以大家這裏 所有參與的人都要明白 這個概念 這個思想 然後將這個思想 傳揚出去 感召更多的人來 去參與這個運動 只要我們有這個決心 只要我們有更多人明白 其實人民只需要走出來 凝聚著他們的力量在這裏 政府自然就要跪下 自然就要妥協 只是一個想法 不需要有任何暴力的行徑 不需要有任何奇謀妙策 只要大家都有這個想法在路裏面 有這個想法的人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人不願意和狗官合作 就好像十一歲的小朋友那樣 越來越多人覺得這班是狗官 做錯事應該負責任 應該落台 這個政府 基本上 就無法維持下去了 大家明白嗎 要改變這個社會 改變爭取了很多年 都沒有辦法爭取到民主 政制 我們是靠的 不是一些很個人魅力的人的行動 不是靠一些很奇謀妙策的計策 而是靠大家的想法 每一個人 大家都能夠有這個想法 在心裏面 去傳揚開去 我們不需要任何暴力 我們都不需要 去擾亂社會的秩序 起碼 我們不需要重演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 就自然 可以將 政權 還貴於人民 還責於民 就是這麼簡單的 大家明白嗎 這個 不是我們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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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 梅里花革命就是示範給我們看 原來 只要人民不害怕 極權 是何其微不足道 是嗎 有很多人 說我們暴力 擾亂社會秩序 去搞亂當攤 他們完全不明白一個最簡單的原理 我們正正因為 不希望有暴力 不希望去令到社會秩序 陷於一個萬劫不復的混亂狀況 我們才要出來集結 我們如果用我們這個集結行動 感召到很多人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將一個環境愚民的想法 散佈在每一個人心裏面 你只需要七七走出來 我們不需要做任何的事 自然就可以拿回政團 回到人民手上 我們只要這樣做的目的 和好處 正正就是避免暴力 是嗎 是 最愛好和平的人 才會走出去抗爭 是嗎 是 所以 再有一些人跟你說 你要表達意見 一定要和平 理性 非暴力 你首先問他一個問題 和平和非暴力 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你要說兩次 第二 正正因為我們愛好和平 所以我們要去抗爭 是嗎 是 第三 說了很多很多次 全國社會最理性的人在哪裏 是 在這裏 最明白這個社會需要抗爭 最明白抗爭才有和平的人 已經集中在這裏 政府 林瑞麟 不要搞你的那些 不貴假資訊 要資訊你 就走出來 是 我們 要看回 就是經常 跟我們說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 他們才是 體制暴力的幫兇 是嗎 是 打民主 我們已經經歷了很多年了 真正的民主是靠你們 所以你們要知道 我們力出得來 就是人民最大 我們先叫口號 有些可能新來的朋友 因為剛才那個演說太吸引了 吸引了很多外面的朋友來 我怕他們不知道我們今天來的目標是什麼 所以很清晰的兩個訴求 我們大大聲 叫給外面街的人聽 叫給入面的人聽 馬上收回落花 馬上收回落花 林瑞麟下台 馬上收回落花 馬上收回落花 林瑞麟下台 馬上收回落花 馬上收回落花 林瑞麟下台 林瑞麟下台 剛才的工作人員走過來 冤我 說節目時間就快到了 但是你說節目時間到 我是不會理你的 因為我還沒叫林瑞麟吃屎 是不是 一起來吧 林瑞麟 吃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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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聽直播的人網朋友 記住 明天 十五號 是這個特首會來答問大會 三點鐘 他就會來到 我們早會去 三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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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兩點鐘 來到皇后帳網場 集合好不好 好 現在在網上聽這個節目的朋友 記住 明天一定要出來 因為我們明天要做到真真正正的包圍立法會 在網上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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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讓他們感受一下 一起叫林瑞麟吃屎 氣氛吸引他們 好嗎 好 林瑞麟 吃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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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屎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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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案發 抗爭到底 天下圍攻立法會 學714 大隊以外 立即破壞 我們現在有個儀式會進行的 因為皇上有懷疑的節目時間就結束了 娛樂大家呢 我會在這裡表演魔術給大家看 這個儀式哪個負責啊 負責那個人放上來 我啊 現在輪到我了 不用這麼心急 我們很正經的 喂啊 這一點 找死人啊 你老公跟你麻煩ường 我慢用火 走吧 走